由總統拜登二十五號 稍早結束 在比利時歐盟總部的行程 隨機飛往波蘭 拜登將要前往邊境城市 熱舒服 視察駐波蘭 美軍第八十二空降師 接著飛敵首都華沙 明天就要和波蘭總統杜達 舉行雙邊會談 現在先請人在華沙的公視 特派記者邱惟純和謝正麟 告訴我們最新情況 是的記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華沙皇家城堡 也就是明天 美國總統拜登跟波蘭總統杜達 兩人將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的地點 美國總統拜登是在今天早上 已經抵達波蘭 目前正在南方訪問 主扎在波蘭的美軍 那預計也有可能會訪問 烏克蘭的難民 兩人會談的重點 不外乎是發生在鄰國 烏克蘭的戰爭 那波蘭媒體也非常的關切 說是不是未來雙方的軍事合作 以及美國會加強在波蘭的軍事部署 那美國總統拜登其實是會預計 在今天晚間抵達華沙的 蕭邦機場 那華沙蕭邦機場 前往市中心的路段 都會要求車輛改道 而這裡已經可以觀察到 維安升級了拉起的封鎖線 警察也會前來關切 那絕對明天是禁止 無關人員的出入 其實美國已經正式表態 希望是承認俄羅斯 在烏克蘭犯下了戰爭罪 那希望將俄羅斯 逐出G20高峰會 而波蘭其實已經表態支持 也希望可以取代俄羅斯 加入G20 不過這件事情並不容易 需要G20所有成員國的同意 而中國已經表態支持 俄羅斯留下 所以可見得未來這樣子 國際政治的角力 恐怕還會持續下去 以上就是記者在現場的觀察 把我們將現場交還給棚內主播